好来 刚到玉璃镇上一名男子骑机车 因为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 并且骑车不稳 那么警方就拦查下来之后呢 又不说出自己的身份 原警当下临机一动 要求出示社区网站的账号姓名 再跟警用小电脑比对 发现这名男子已不能安全驾驶被通气 警方移送花莲地方检查署归案 玉璃派出所原警执行勤务 发现一名男子骑乘机车 因为转弯没有打方向灯 加上骑车不稳定 马上就上前蓝亭 爬船的过程当中 发现男子谎报姓名以及身份证 字号也不出示身份文件 原警就立刻要求出示社群网站 才发现账号姓名 跟他的原本的姓名有出入 就以警用小电脑来查询 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110年 由新北地方检查署所发布的 直字不能安全驾驶通气犯 当场予以逮捕 全案移送花莲地方检查署归案 日立番局也呼吁 立法院今年1月24号三读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5条之三修法加重 陈属酒驾行为 明定公路主管机关得以公布10年内 第二次酒驾累犯者姓名 照片以及违法事实 并加重同行者连坐处分最高新台币 1万5千元罚款 预计从3月31号起实施 记者高雄双玉立镇采访报道